近日有報導入侵性的月形鏈球菌的數字有上升 根據醫管局在醫院找到的個案 在9月有58宗 在10月頭的10日有21宗 比起過去三年的每個月9至26宗多了 79宗的個案有42男、37女 他們的年齡分別是由1個月至96歲 他們的症狀包括了菌血症 例如細菌入血、腦膜炎、關節發炎、皮膚或軟組織 其實在正常人裏面有三分一的人在牆道或生殖器官上會有細菌的存在 這些細菌可能存在在人的皮膚或是咽喉、尿道、陰道、子宮頸、肝門 那它的傳播圖片可能是皮膚和皮膚的接觸 甚至是比較親密的接觸 一向以來 這一類的入侵性月燃鏈頭菌的感染 都主要是影響初生嬰兒或孕婦 長期病患的人士 尤其是糖尿、癌症、腎病、抗排七藥等等 臨床病症可以包括皮膚或軟組織的感染 或者是菌血症 即是細菌進入了血 在這樣的情況 死亡率可以高達20%至60% 另外就是尿道炎、肺炎、骨、關節的發炎、腦膜炎 而腦膜炎來說 死亡率也可能達到四分一 如果是65歲以上的人 甚至有50%的人會死亡 今次這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發現了有一個叫做ST283 這個墜裂型的月燃鏈球菌引起的 其實在新加坡在2015年有一個爆發 當時也有人死亡 也因為這樣而截肢 發現了患者裡有40% 是吃過一些中式的魚生 因為這個爆發 新加坡政府當時都立即禁止食肆 買這類的中式魚生 香港的個案裡 經過流行病學的調查 發現有些病人曾經接觸過淡水的魚類 也可能他們的手也有一些傷口 也在一些街市的環境樣本裡 發現了有同一種細菌